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刚刚是开玩笑的 我不会看你头的 我不会看你头的 你别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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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货肯定感动得稀里糊涂的 都不知道怎么夸我了 真是难为你了 你也不用太感谢我 就当是我替小兔子送的 对了 这上面还有你的名字呢 南宫圈 我的名字什么时候变南宫圈了 那个 小兔子吃得好不好 睡得好不好 那个 拉得多不多 你有没有用带他遛弯啊 既然你这么关心小兔子 你可以自己去东宫看他 那个 湘南虽然绣得是丑了点 但是真的是我亲手做的 我已经尽力了 你要是实在不喜欢的话 我还有一幅画 但那不是我亲手画的 湘南我很喜欢 你若是绣得巧夺天宫 跟宫里绣娘绣得差不多 我反而觉得没什么意思了 你真喜欢啊 那 我这个手也没百倍戳了 我看看 也没什么 就是被那绣花针扎了几十下 流了点血 虽然痛 但也不是特别痛 你这 我让南北请太医 别别别 我这都愈合得差不多了 不行 你看 真的愈合了 这伤倒是看不出来了 还疼吗 不疼啊 一点都不疼了 谢谢小师不关心啊 那个 我这虽然手不疼啊 但是我心里着急啊 你急什么 你忘了 你那个珠子还没还给我呢 这么继续都没还给我 那你给我讲讲 这颗珠子到底怎么回事 我 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成 不是 是那个大户人家的千金大小姐 她得了义症 整天胡说八道 连自己娘都不认识 等等 这跟你这颗珠子 有什么关系吗 高人指点嘛 只有这颗珠子 才能治好她的义症 你说 我跟她感情这么深 而且我小都 我 我没御膳 根本就不可能是什么见死不救的人嘛 我怎么可能忍心看着她病着呢 珠子能治病 我还是头一次听说这么古怪的事情 而且 我也从未听过你提起过这样一位好友啊 我 我提过呢 你忘了 她若真的得了义症 大科找太傅医治啊 太傅医术十分高明的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这么麻烦的 珠子就能治好的病 何必麻烦太傅呢 四十医库 法理库 好 我的妈呀 宫里的绣娘手艺也太差了吧 竟不如我苏府的万分之一 你懂什么 太子殿下一向节俭 说不定戴了个十年八年的 戴便行了呢 你没送给太子啊 我送了啊 她可喜欢了 那怎么还在房间里挂着啊 我我送了香囊之后 她就很高兴了 我不能一次性就满足她呀 再说了 这个是我们眉呆呆的心血 你看画得多好啊 活灵活现的 简直就是传世之作 我怎么舍得 舍得送她 我就是随便画一画 还没发挥好呢 你要是喜欢的话 那就挂着吧 太子殿下 请用茶 你去趟闺秀房 请一下梅姑娘 是 好 殿下 有要事禀报 此事千真万确 师姐当晚 园里就有人发现了 不过当晚殿下也在园中 张园长不敢声张 怕得罪殿下 此事就被押了下去 而且 这颗珠子丢了之后 薄园就再没有出现过盗贼 看来此前平平师妾 都是冲这颗珠子的 莫非这月灵珠 真的有什么灵力 小师父当真是要还我东西啊 当真 姑娘快去吧 小师父 我来了 小师父 大胆梅雨膳 你可知欺骗本王 怎么了 是砍头之罪啊 我刚刚是开玩笑的 我不会看你头的 你别哭 你别哭 怎么了 殿下惹了事 这会儿还没完事呢 快去 拿下美姑娘爱吃的糕点 是 你起来 起来 你别哭 你快起来行不行 起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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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腿软了 有糕点 有糕点吃 大骑马桥 我一个小太监 天天看这些东西 你要是再不过来 我可让人端走了啊 你真的不砍我的头了 真的不砍 那我就放心了 好吃吗 好吃啊 那你跟我讲讲 博物园失窃的月灵猪 为什么会在你手里 摔